早上的8点51分 你看看这边的广告 酒后代驾,安心回家 开车请不要贪悲,乐极深悲 我记者呢,就是在四年前参加了一个餐会 会后呢,我就骑了脚踏车去采访新闻 脚踏车就跌倒了,脖子就跌伤了 这就是我的代驾 啊,这是我的非常重要代驾 坐在轮椅 轮椅记者呢,就四年半前就坐轮椅 一年在医院,三个月在训练中心 昨天也报道了我们养鸡大王 我在今天中心也到他家去参访过 结果呢,做个残战人 我也要做个残战人 我想,我要尽我自己的社会的责任 尽我自己在社会上责任 不要帮一些社会上的忙 不要老是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们做轮椅的人一定要自立自强 不要给家人的麻烦 不要给任何人的麻烦 自己要自立自强 培养自己兴趣的事 找份工作 然后以握脸是缠身 这是轮椅记者在台北的新生 在这新生内痕